针对日前追陆古道佛像破坏仪式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发表声明表示 追陆古道上的石雕佛像被刮花 保育巡查员汇同了保七总队第九大队的园警 上山巡刊查证 发现佛像外表和形体并没有被破坏 只是脸部略有刮除之胎痕 泰鲁阁国家公园追陆古道上的石雕佛像被刮花脸一事 泰鲁阁国家公园追陆古道上的石雕佛像被刮花脸一事 泰鲁阁就派员由保育巡查员会同保七总队第九大队园警上山勘查 并表示将加强保育巡查的工作 让这一尊具有历史意涵的佛像继续守护山友以及自然警官 那这个佛像是日据时代余留下来的 是国人的一个公众物品 那非常的珍贵 那我们现在已经派员加强巡查 如果查获 它是违反我们国家公园法第十三条 以及我泰鲁阁国家公园区域内禁止事项 有关这个公众物品及设施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是可以查法三千元 泰管处表示被图画的石雕佛像位于追陆古道第二隧道内 是1914年至1915年修建追陆古道期间所留下来的 已经有超过百年历史 和追陆古道一样都见证百年来的历史 我觉得这样很不道德 因为我在台湾已经是多元化的社会了 如果不喜欢或是怎样 应该要多包容别人 因为这个公共财产又是在一个步道里面 风景区最好不要这样做 有一点不道德 许多民众行走在追陆断来上 经过佛像前都会虔诚膜拜 泰管处对于游客在佛像脸部 刮画的行为感到不解 也严厉谴责 并强调国家公园内的自然 人文资源丰富 设施与地景生态一样重要 也欢迎大家到国家公园内游气赏景 也呼吁大家一起珍惜 维护属于大家的国家公园 记者林杰 秀林湘采访报道